这盘棋讲解的是锁紫金甲和盘通马 2023年的象甲第五轮 红方照行星 黑方是无畏 开局是飞向 对头中炮 红方上马之后 给他来个足底炮 这个棋比较迷火 先吃一个谋取了实惠 那么这儿对方就先飞向 红方上马以后 黑方就先捉一下 这样红方就退回 对黑方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是 开出右边的大字 怎么开呢 足三斤是关键 铁足火马 那么直接上马显得有点失弱 被红方制住 黑方想要去进主要队 红方就出去欺负他 如果你不对的话 再闪开 他可能过河局会危险嘛 索性的黑方就换掉 到这边 红方是持有先手的 但是黑方呢 还是应该把局 赶快拿出来再说 左五进一的话 看似盘头马 蓝石汹汹 看红方如何应对 横局一出 平局守内 这样的话就可以锁对方的马 那么这儿 黑方就冲 打出来一将 这里就补个式 对方当头炮 到这以后 红方先把局给他封住 黑方也就选择要对 对掉以后呢 看似可以打一个向 其实没什么用处 因为他可以出一步 老帅 这样的话 相当于先手 让给了 红方 所以他选择进足 试图呢 把这个马跳起来 红方呢 进去直接去锁对方的马 这儿对方就冲过来 红方向掉 那这个马 当然可以跳江 但是的话 这个棋 暂时还是没有出路 那么红方可能会反一脚 然后再冲兵 去冲 所以黑方决定 先补个式再上 那红方这个棋 开始上马 这时候 就算让你上来 窝巢 他马在这里面有动 那也没有气 简单 这个马跳太快 另一个马就会出问题 所以他还是不敢动 想从边线 把狙杀出来 红方这时候跟他对 利用冰种号 欺负对方 这儿还多了个冰 所以走这个残局的话 黑方就比较苦 那么等待以后呢 他是不愿意去换 那接下来这棋就吃 这样的话 浸泡之后 黑方他上马了 现在红方这个棋 走马四进五 就往上冲 对方的话 这个拘出不来 比较尴尬 那么他进两步 找机会想对拘 红方呢 先捉相 是不愿意对的 对方的话 就飞一个相 这儿他平过来 是骗对方 你这个时候对拘 对完之后 把你抛吃了 那你现在抛打的话 那你兵种差了 所以黑方呢 先啊 落了个相 意思还是想对拘 红方就冲兵 啊 这兵过去很厉害啊 黑方的话 这个棋啊 他赶紧把炮先踩了 红方吃掉以后 黑方再去对拘 到这儿以后 红方他不对啊 把马压住了 黑方这个棋浸泡 像做挺门栓 比方说 将来进去吃马 那红方就先上 黑方到这儿 选择是退两步 这个棋啊 为什么要退两步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 直接出老将的话 可能担心对方 这个炮一僵啊 没有用处 所以他先退两步 找机会进鞠 把马赶走 再投杀 这样的话 红方他选择推炮 一战的放中炮 一旦这中炮一放 你就没起了 他三兵还不合 对方不甘心 手指一人 又抓 那红方啊 进两步 这里黑方再抓 退两步 但这个棋 你不能常抓呀 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他决定啊 走一个炮尖 不让对方填进去 找机会 就要挺门栓 那红方怎么办呢 吃掉 这个棋难道不怕 挺门栓吗 确实也不怕 你高你大 那么这里 底线叫沙 就退回来 平鞠呢 这边是抓象 飞起来 再平的话 叫沙 那就落回来 你不能常叫沙呀 所以这个是犯规的 到这儿呢 选择飞象 把马顶住 那红方退鞠 就要吃这个象了 黑方呢 飞象连起来 抓鞠 这里红方就平鞠 不炮干走 对方就没起了 他退了一步 那先要去吃马 到这儿的话 红方简单把这个 竹给踩了 接下来这个棋 对方 他底线是难以突破的 面对红方 这个大军围城 也抵挡不住 那我也就认输了 这盘棋 赵新鲜获胜 红方简单 la 绮治 绮治 试 试 感谢观看